这是下一个景点 叫大人镜 哇这条河好漂亮 嘴好清澈哦 前面又是烟雾鳥造 大自然的锅炉房 哇好美哦这条河 真是超级清澈 哇这边 上游 这个石头颜色好深 快点 哇这个石头好好看颜色 金光灿灿的 真的跟金子一样 太阳照射下来 这个水好烫啊 这比洗澡水烫多了 很烫能摸但是很烫 到了 大人镜的 好大哦这个湖 现在又开始缺氧了 哇这个烟雾沉沉 哇这个颜色好好看 就是那种浅蓝色 哇这个颜色 好美啊 这里面的温度得有多高啊 应该是100度去了 90几度 它流到外面 你看流那么远的水 没忘记得那么烫 它在里面的水应该也是 温度很高 太美了这个颜色 好漂亮啊 在前面这个地方 冒起来烟都是南颜色 然后它跑到旁边去烟就变成红颜色 好魔幻啊 好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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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烟帽上的烟真的都五颜六色的 它被那个下面的颜色给映成的 哇这个好好看 这个里面好好看 太大区别 哇好漂亮啊 好漂亮 好漂亮 哇这个颜色 哇这个颜色真的 哇这个颜色太美了 哇这个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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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它冒起来的烟真的是五颜六色的 好梦幻啊 这是地球上能存在的地方吗 真的是画家画出来的样子 太美了 不知道该怎么拍才把它拍得出 这个美感 哇真的好美好美好美啊 这绝对是近黄寺以来最美的一个景点 太美了 真的是太美了 没有其他形容词了已经 这绝对是黄寺里面最美的景点之一 有没有更美的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地方真的是 太好看了 好漂亮啊 太漂亮了 我的地上的颜色 真的是金黄色 我看是这个样子的 俯瞰是这样子的 好美啊 这边过来又有个小小的 跟蓝宝石一样的小水池 好美啊这个颜色 太美了 太美了